好,我们大家热烈的讲座 大家有没有,流入就为时尚的文章 时尚的文章 讲的这些内容 其实很多都是流行语的那些核心的本质 尤其当中我们讲的是大众的这个 大家知道流行语悦这个词怎么来了吗 它是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受人欢迎 我们从这个英文的翻译 我们就可以看到流行语悦的一些基本语言 其中大众是它的第一属性 流行语悦首先它是一个大众语悦 那么我们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们把流行语悦称为通俗语悦 流行语悦通俗嘛 通俗,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流行语悦都通俗 大家都知道绝世语,绝世语通俗吗 绝世语不通俗 但是绝世语是流行语悦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而且它对流行语的发展是具有重要的一切 为什么我们中国要把流行语悦叫通俗语悦呢 是因为特殊的历史语悦 他就能够说明他 另外我刚才还问大家 我说什么是流行音乐 其实还没有解释完这个问题 我有一观点 我说流行音乐是 都市中的民间音乐 首先第一个都市 他的发展 是以都市为中心的 他为什么说他是民间音乐 因为他的受众是 大众 他跟民间音乐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口传心中 大家看流行音乐现在很少是 通过乐谱去传播 都是学会的 包括现在好多会心来都是不舒服 然后他的这个口气性非常多 所以说我把它称为 都市中文字 我先讲听都市 大家知道就进去起源于哪里 是 美国 知道流行音乐都有很多评价 爵士 是不是 调魂 布鲁斯 还有呢 很多什么RM 等等等等 但凡任何一种音乐它的起源 它全部都是在都市中文字 包括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 在中国的流行音乐 所以 源于哪 源于哪 源于哪个城市 上海 我问你 我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 当时 上海是我们中国当时最 发展的一个城市 它在二十年代已经形成了 国际万大多数的面貌 所以说它已经 美国行音乐诞生 提供了一个生长的地 绝世音乐发源于哪个城市 知道吗 新奥尔良 对 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 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是美国 以及是美国南部 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是因为它是一个 沿海港北的城市 大家知道 遥谱旅乐 最早是源于那 那一个区域 知道吗 美国南方的一些城市 比如 蒙菲斯 这都是 很重要的一些城市 还有一种音乐叫Soul 大家听说过没有 民歌 民歌 当时发源的时候 是从哪里开始的 汽车城 汽车工业 包括美国的乡村音乐 大家知道 美国的乡村音乐 是美国的民间音乐 是不是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民歌 但是 乡村音乐 要从 民间音乐 转化成流行音乐 它有一个 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流行 包括布鲁斯 布鲁斯就是黑人的民歌 这黑人的天天呼喊 过来 也没有过来 布鲁斯从民歌 变成流行音乐 他也经历了 从农村向都市的 这种音乐 最早的布鲁斯 是吉隆在 三角洲一带的农业里 后来 大量黑人给签 签到了芝加哥 到南方进入的农菲斯 就是走进了城市 他才开始形成一个都市化的 流行音乐 从农村布鲁斯到都市阿尔利 大家现在都知道阿尔利 阿尔利就是 布鲁斯的一个 人群 相声音乐呢 相声音乐的发源地也是 它虽然是美国的一种明天音乐 但是它的成为流行音乐 相声音乐它成为一种流行音乐中的一种 它还是 进步了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是没有 知道吗 美国天哪其中的首富 但凡流行音乐 任何一种流行音乐 它就成为真正的商业性的流行音乐 它就成为真正的商业性的流行音乐 到哪里去了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 30年的领事 中国是没有流行音乐 我们内地没有流行音乐 但是呢 其实我们中国流行音乐 没有一段 它到了香港台湾 这是两个大公司 然后 改革开放了以后 流行音乐再回来 大概从哪里开始 只有三个城市 广州 北京 上海 全是大公司 它为什么不是在铁里 对不对 它必须要有一个都市的环境 所以我讲了 我说流行音乐是 都市中的民间音乐 那么流行音乐 今天我们讲的流行音乐 其实都是大部分 都是从20世纪以后 清醒的一些音乐 流行音乐里面的八百分钟 有几个重要的转损 一个是绝世 一个是 缘毁 这是两个重要的产生 尤其是60年代披头世的出现 是世界上流行音乐 全面崛起的一次重要表现 那么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 这一些西方的东西呢 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讲的也是 我是第一学期 第一学期先讲西方流行音乐 到第二学期才讲中国的流行音乐 中国的流行音乐 它完全是在西方的基础上 发展的 当时我们流行音乐的新奇 就是中国的民间小标 戏局去逸 在这些技术上 有了爵士乐 它才成了流行音乐 要是没有爵士乐 还是没有 大家都知道 就知道一个人 李锦辉 但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之后 给皮卡了很多年 流行音乐 其实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 走的是非常坎坷 我是先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 大家对这个流行音乐有一个大概的 今天流行音乐很发达 网络会去非常地升级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现状 我对我们当今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总结 创作 口水淡烂 表演 假装成功 教育 教育 教育之后 传播 绝命下 这是我的一个 就是先生的一个笼统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可以来看 创作 什么就是创作 市场 流行音乐是商品 流行音乐从诞生的那天起 它就是商品 我们可以看 最早其实在美国流行音乐最早诞生的时候 什么呢 布鲁斯 那是最早的 布鲁斯当时的那些人 他弹唱 他其实是为了 龙神 当时很多黑人 他很穷 他们把 拿把人家到街上去弹唱 然后呢 就来给他 一些钱 或者他帮商家去推销一些产品 商业商品 市场决定创作 什么决定市场 听众决定市场 所以我们又讲了流行音乐是大众 那么 谁来主宰市场 谁来主宰听众 这个其实是一个核心所在 就是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啊 主宰市场 主宰听众 听诀的 引导我们审美的 不是搞音乐的人 是 专门 就现在真正赚钱的这些人 都好不容易做音乐主宰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 整体的活命 音乐数 这个是决定我们 创作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 原因 大众的审美情绪 但是我们大众爱听什么的 老鼠爱听 全是 老百姓爱听这种 去年最后是美了 美了 老百姓爱听 等等 这一篇歌 那我曾经讲过 我说 要决定要改变 组合流行音乐的这种 性格 其实还是 要从你的听众来讲